选油 心想着选油 选这个得劲套袋的 看看输果前我带了啥 高凳 咱们树是2米6到2米8 必须要有一个高凳 安全 地上 地上还铺了一个布 一个小包用来干嘛呢 接这个小头的 咱把这小头收起来干嘛呢 一毛八已经 涨价了 一毛八已经 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你们那儿有没有收这小桃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人家收走 用来干嘛 反正是今年的价格呢 从前一阵子一毛 涨到一毛八了 可以啊 咱们开始输果了 涨价了 那个桃子也大了 不错的 这每亩地的小桃收益呢 可以抵过咱们 够工人输果的 工钱的 还是可以的 真的不错 这样就减少投资了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大哥问我 就说 这个桃子 选哪种果达好呢 咱们呢 外指一定要选择这种 表图输水指 耐以冲刷性比较强的 内指呢 咱们选择棉指 棉指呢 有恒温的效果 再一个呢 它是保护果面的 一种指 棉指 透气性也比较好 所以咱们就选择这种 表图输水 复合指 内指 图辣棉指 就可以了 预计 六月初 咱们就要停止 这个果袋加工了 大家有需要的 赶快联系我 昨天咱们把这个油菜 全收走了 把地前更一下 就开始输滚 淘袋了 预计下个月上旬 咱们开始淘袋 所以淘袋呢 不要太早了 咱们的桃子都贼大了 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个了 再输滚 再淘袋 起码咱们能分辨出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刺的 哪个有毛病 哪个大 哪个小 这选果呢 输滚 就俩字 选优 碗输滚 选优 就可以了 有些事不可认真 也为其交了会伤人很深 有些话也不可当真 因为相信了就会陷入小声 我真太过认真 把片段当作永恒 我也太过当成 将玩笑塞入心门 哦 爱 有一丝伪装的天分 哦 让人唇的奋不顾身 哦 妈我承认我对你有情单身 所以每个夜晚都换我泪痕 过去你还未觉察患痕 你在我心里已刻出伤痕 好吗 我承认我对你也都心太深 失落的心不甘 触碰离魂 一轮明月爱一盏孤单 谁会来悄悄为我心疼 如果一切从都未发生 我可以像个没事的人 看着你们谈笑风声 就当作是个陌路的人 我去奢求是一种本能 它会自然的发生 就算没到一定的缘分 也要苦苦的支撑 哦 爱有一丝伪装的天分 哦 让人唇的奋不顾身 好吧我承认我对你也有情太深 所以每个夜晚都换我泪痕 过去你还未觉察患痕 你在我心里已刻出伤痕 好吧我承认我对你也都心太深 失落的心不甘 触碰灵魂 一轮明月爱一盏孤单 谁会来悄悄为我心疼 好怕我承认我对你也有情太深 所以每个夜晚都换我泪痕 或许你还未觉察患痕 你在我心里已刻出伤痕 好吧我承认我对你也都心太深 失落的心不甘 触碰灵魂 一轮明月爱一盏 我书果 选什么样的 选忧 除了选忧以外呢 还要选这种 逮尽套袋的 咱们要选这种逮尽套袋的 碗书果呢 还有人收下桃子买 还增加收 多好啊 大家不要太着急了 预计我都下个月 月初才套袋呢 或者是咱们这个毛桃子呢 都要等到六月十来号以后 才会套袋的 可能有人会说了 我们家要收小麦了 着急了 你说完小麦再套袋 也不碍事了 看这些线梢 都已经停长了 包括这些 这些呢 都已经停长了 都不用化控 树呢 它有树的规律 有位大哥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 五月底六月初 这个新烧就会停长呢 其实吧 这就是树的规律 五月底六月初 再往下呢 它就会开始发育 它这个叶甲里面那个芽子 开始花叶分化初期 这就是规律 逊同大自然的规律 果树的规律 还有这个市场的规律 这个小桃子呢 这就是市场的规律 咱们粗略的估算一下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五棵六棵七棵八棵九棵 大概九棵树 然后前面那两棵呢 咱们还梳个花 这家伙一棵树 平均下来都有将近十斤果子了 咱们是三乘一的 一亩地呢 二棵树 一棵树产下十斤 怎么算呢 能长多少斤呢 大家算算 咱们这一亩地产这些小果子 产多少斤呢 我估算了一下 这个重量啊 就是这一 我装成这样 我估算一下这个重量呢 大概有七八十斤不少了 我来有点费劲嘛 大家算算 咱们这一亩地产下来的这些小果子 有多少斤呢 一亩地要长一千多斤 卖多少钱呢 都能把工人的工钱开出来了 还是可以的啊 如跟您桃树呢 它的产量呢 要远远要比这个开心型的要多 就凭这个树小果子 这个数量来说呢 就已经超出想象了 那叶利花终于来袭 之后